發展嗎? 話說回來你們贏的人為什麼都不那麼不願意啊 剛剛威刃最後要打盧波的時候已經跪在地上了 威刃算是這板台進來玩了 今天他表現其實算還不錯 雖然進入可以四強 對 算是不錯了 威刃的威刃 開OP了 虛佐他是個需要把招式開啟的角色 他那個設設計也是非常 相對他招式很寒定 不過他招式真的是 想像是第五招跟第六招 第六招是壓制技 應該算壓制技 有點 第三招是衝 應該算氣功 有點像進的六招 六四 比他的性能來講 六四似乎是比較不適合 是很好用的 算是唯一不同樣的飛招 那第五招是下端 有點 有點 我現在玩 呃 玩過 繼續金殺 應該就有點像周魯的槍爐 有點地蛇 可是他的姿勢 沒有像那個光拍法這樣那麼低 沒辦法 這個角色真的太大隻了 哼 雖然補聲 補充一下 雖然這個角色看起來很大隻 是真的 大家喜歡 這角色看起來很大隻 可是 可是實際上 對泰伊嘎的特殊連端 沒辦法對他使用 有點奇妙 雖然很大隻 可是又沒有泰伊嘎那麼大隻 可是又沒有泰伊嘎那麼大隻 蘿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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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兩邊都失誤了 蘿蔔一個 兩邊都失誤了 兩邊都失誤了 結果蘿蔔先舉一個 失誤的不正切啊 蘿蔔 雖然一定很難看啦 反正就是贏了一個人 蘿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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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最絕的話 我想應該是 紫蘿蔔比較有力 是比較有力 可是 先 先決條件的話 還是要先把一些強勢的招牌開去嗎 呃 不需要啊 因為納蔔蔔會一直靠近你啊 你問招牌 真的是要 贏 紫蘿蔔 雖然是有點難度 紫蘿蔔 指他們他們 對空氣算是非常的強 真的是 要說一個缺點的話就是 如果他想跪你的話 你血量領先的 落後的情況下 他 如果跪你你很難攻擊就是了啊 因為 那腳轎起身 跑步有點 需要準備動作 可是他跑步非常的快啊 你不小心就衝一下 又是3C 該結束了 解說代表著我的臉杆子 蘿蔔 蘿蔔先拿一下一場 這是搶二嗎 對,這是搶二 敗部關鍵才在變搶三 然後 好像是對賽蓋上自己的動作 好 剛剛一瞬間的發呆 是想要防Od還是什麼 難以理解 可能真的是發呆了 蘿蔔摔 蘿蔔摔 人家請蘿蔔先生說 子彈沒有中 子彈真的超強的 所以雖然那個發生很快 然後 你瞬間就是啊 可是 也是全整抗體 而且 他那個算是彈屬性 飛到屬性 這版感覺飛到屬性 彈屬性拿掉 一二招是聖龍拳 一四招是中段 不過 原來這個時候爆 好 只能做批評看的啊 因為這樣下一場可能很容易沒有吧可以用 有點危險 太常快出現了 糟了 剛剛 那個吧 現在這樣看起來的話 似乎是很錯誤的決定 也不能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 威刃那個時候 招式還看得太少了 有點風險 雖然有氣啊 可是這角色 連段一類的其實也不太消耗氣了 連段一類的其實也不太消耗氣了 只有A直到 蘿蔔又左了 蘿蔔又左了 蘿蔔冷靜一點啊 喔 開了五得了 開了兩招啊 開了兩招啊 三根四也開了 立回忌都開滿了啊 有一個被 有一個被 有被地水鬼帶回角落 有一個被地水鬼帶回角落 想要槍補正貼啊 有一個非常強的惡惡 最恐怖的是要 打 打一個鞋 打一整個 繞一整圈啊 這半總是多一大堆繞一整圈的東西啊 沒有了解 真的是很沒用啊 蘿蔔會帶回到我們的連段了 其實蘿蔔的角色 傷害應該會再高一點啊 大概 也是二千八到三千 不過蘿蔔都帶回到我們的東西 喔 喔 亂動嗎 他們 剛剛應該是 兩邊都會來防疫耶 啊 你中了一點 對 因為盧木你的地獄還要再繼續阿 你的地獄之旅還沒完結 對啊 你還要繼續坐著 換街坊 你還要繼續坐著 敗部關鍵 敗部關鍵 你要搶三喔 繼續坐著